2023年特斯拉Model Y以断崖式的优势 稳居国内新能源销馆 不 是全球新能源车型的销量冠军 而在安全层面 2022年Model Y也被评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车 而沃尔沃是一个喜欢拿CEO的命去拍安全广告的品牌 也是安全带的发明者 在燃油时代 XA60也曾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车 沃尔沃的高管也曾经放话 我们会的新势力十年也学不会 所以这次邮电势迹对决 不仅是甚嚣沉上的舆论之争 也是传统与新势力的划算文件 两台车的车身尺寸非常接近 长光高以及轴距 各个数据相差均没超过50毫米 两台车的整背质量 Model Y仅比沃尔沃XA60多了11公斤 但客观上说 Model Y鞋带的能量的确更大 而且沃尔沃XA60的离异间隙 也要高于特斯拉Model Y 前轴到防火墙的距离也比特斯拉的更长 前仓拥有完整的动机组成 以及更复杂的结构 所以两车对撞时的进攻性 会有不小的差异 这也是邮电对撞时 特殊且重要的关注点 这次对撞的速度 选择了64公里每小时 携带的更大能量 暴露更多的问题 后排增加了假人考察规则之外的安全防护 而为了同步验证电池的安全性 我们也将碰撞时的电池电量 保持在了50%以上 最大限度的还原 真实事物场景 对撞时128公里每小时的相对速度 更高的碰撞能量 车身变形和受伤风险都会急剧上升 两车虽然质量相当 但质新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质新更高的车 就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角度和偏移 而率先达到极限的车型 只能拿迎面骨虚硬卡 如需了解更多 敬请关注新能源突破计划 观看完整正片